日前刚闭幕的2022城市博览会大获各界好评 在十天展期亲自导览上百场的金融市长林游昌 再度被点名有意参选新北市长 林游昌特别澄清表示从未想过或思考要参选新北市长 虽然有长官推荐或建议他参选新北市长 不过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市长的工作做好做满 完成对市民的承诺 我想是谢谢这个报道的台爱 不过这一篇报道的内容其实并不正确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思考过要参选新北市市长 对我来讲其实过去当然有许多的朋友 甚至有长官推荐或者建议我去做新北市的一个参选 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对我而言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全心全力的来浮选 那另外就是全心全力的把现在市长的工作把它做好 而且要做好做满 这是我对基隆市民大家的一个承诺 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所以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 刘商进一步表示 称博会的成功让他个人觉得很光荣 不只基隆人还有许多外县市民众都看到基隆的蛻变 可能因此有探寻他参选新北市的意愿 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就是把基隆市长做好做满 并全力辅选让立委蔡世英接任市长 让市政能够延续 城市博览会是我们去年本来就规划要举办的 那这一次整个可以很成功 然后大家看到基隆的一个蜕变 我个人是非常的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因为不只是基隆人 还包括很多外县市的民众来到基隆 大家看到就是觉得非常的惊艳 那觉得怎么可能 所以最近的确有很多人给我们鼓励跟肯定 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再来探寻去参选新北市的一个意愿 不过我从来的一个态度就是很清楚很明确 那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现在就是做好做满 把基隆市市长的一个这个角色把它扮演好 另外就是顺利的一个辅选 然后顺利的一个交棒 希望让这个蔡世英委员能够来接任 然后继续延续基隆市的市政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导